救護車一接到傷患立刻將他慫癮治療 深夜的海邊一片黑 大批警銷帶頭燈架上燈具下放梯子 合力救出掉在寒洞裡面的球星男子 但碼頭現在是疫情管制期間 怎麼大半夜還會有人 這名球星男子13號晚上11點多 約朋友一起到花蓮冬體夜調 當時黑到身手不見五指 結果不小心掉進6公尺深的寒洞 他的朋友也沒辦法救人 立刻報警警銷出動大批人力到場救援 幸好他只有腰部挫傷 沒有生命危險 雖然人成功救起 但就有民眾質疑 港警住所就在旁邊 他到底怎麼進來的 就是這個堤防 原本是賞金碼頭的入口 明明已經掛上警告標示 釣客如果要進去釣魚 一定要申請同行證 不過升到三級警戒後 配合防疫規定 不接受任何申請 也就是說全面禁止進入 求新男子跟朋友為了想夜吊 竟然偷偷爬進去 有關違反三港法35條 部分是處罰10萬到50萬罰款 另外釣魚部分是違反36條第二項 這個是罰款600元以上到3000塊以下的罰款 防疫期間不好好待在家 揪朋友翻場闖入港區 害得自己受傷 出院後等著的是高額罰款 TVBS新聞高智恆 吳玉亞花蓮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